呃 吃饱饭 来 尝尝 帮忙 力量的 然后非常有韧劲的 可是她读的呢 非常的娇俏 从这一点上 我就会觉得这个女孩子 不是一个在生活中 做深体验的人 你必须有深深的体验 才能够把这个作品 感受带给大家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女孩在 她的专业匹配度上 是十分的 你看啊 你作为一个直播大人 掌握节奏 是你的必定的职业制作 你怎么跟赶飞机一样呢 有点快了 有点快了 我让一个女士 跟你演示一下怎么样 来 贺东东 你来朗诵一下这篇 来 过来 来 音乐起 志向术 书庭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攀缘的灵霄花 借你的高知 为绿鹰重复单调的歌曲 也不只向源泉 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 也不只向险风 增加你的高度 衬托你的威仪 我才发现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这两个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不只是语音语调起伏 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她的心 画在了这个诗里 画成了这个写诗的女人 她的目标对象 就是她最爱的那个男人 所以她再去倾诉 但是你呢 就好像是在平铺直续 念一段别人的故事一样 我觉得朱雷老师 他们两个恰恰的差距就在于阅历 我觉得这种阅历 是需要东东那样沉淀下来的 我们应该给予 旁为这样的新人 更多的一些机会 高松啊 如此对比 不是不给新人机会 恰恰是给新人机会 同时要让她清楚 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对的 明白 但至少一点 这姑娘在这个舞台上 选择这首诗 我认为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喜欢这种诗的人 其实现在女孩子不多了 好吗 贺总朗诵确实也很好 但我觉得 这可能就是两种朗诵的方式 我可能表现的是 小女生的口吻来说这个诗 我觉得应该也没有太大的毛病 但没想到 就大家都接受不了这种方式 来 我们来看看 职场情商课堂 领导过生日 你送了他一年的 你想撑死的 送了他一年的 君乐宝掌知识了酸奶 但领导并不知道是谁送的 你要如何旁敲侧击地让他知道 这是你的心意呢 比如说我是那个领导 你怎么让我知道 这是你送的 特老师 今天有喝君乐宝的掌知识了吗 没有 其实这个很好喝的 而且对你身体特别好 我身体挺好的呀 它会更加地让你身体好啊 我要那么好干什么 越好越好嘛 你好我也好嘛 而且掌知识很好喝呀 那我试一下 您厂上喜欢和我下次还送你一箱 这个点好 还送我一箱我就清楚了 这个回答好 这个回答不错 王智慧你认为呢 我认为非常不错 首先我再说一下这个题 送了一年的掌知识酸奶 这个不现实啊 保证期只有21天 其实他只要问一下 我上次送你那多期了 就行了 对对对 旁威 针对图类老师这样的就是 生活上啊 时间上包括这个对这个 不太敏感的人呀 你可以直接给他说就OK了 这个不对 这个不对 因为你看题目中写的是 要旁敲侧击地说出来 而我觉得他已经撕开面纱了 没有啊 这姑娘说得很好啊 不不不 我觉得说得不好 那你来 你来 对我来说 图老师 您那个办公室的 掌知识酸奶喝了吗 我不喝奶 是的 牛奶呢 其实我们中国人很难消化 但是呢 酸奶呢 它解决了这个煤的分解的问题 我这人从来不吃酸的 那每一天的工作都特别晚 特别辛苦 那么对胃酸过多呢 对肠胃其实不好 我就喜欢我老不煮的一碗面 利总怎么样 失败吧 赶紧认输吧 其实他刚才最后那一句 配合着他的神情 他说我还送你一箱 我觉得这个东西让我恍然大悟 而且我也不尴尬 我觉得挺好 就不要挑刺了 接下来 快给练席 好 谢谢你